近日由美国非裔男子弗洛伊德死亡事件 引发的抗议和骚乱持续升级 由美国侨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这场骚乱让本就深受疫情袭扰的美国社会雪上加霜 由于各地针对华人和亚裔的抢劫暴力 语言歧视的一些事件频频发生 洛杉矶的中国城在这几天的暴乱中也遭到了持余之央 中国城的一群药房 真兴金铺 以及华人阅览室 万里乡舱馆的 全都遭到了打砸抢 暴徒们抢走了里面的电脑 投影仪 现金 以及药品 还有金银首饰等 让疫情期间暂时关门的中国城商家雪上见霜 到了31日下午 洛杉矶很多地方的局势已经失控 市长宣布实行宵禁 全副武装的国民警卫部队当夜赶到洛杉矶 先前已经改建成为方舱医院的洛杉矶会展中心 这次又变成了军营 政府机关 公司企业 商店和服务设施已经关闭 但是暴力活动开始向洛杉矶郊区和周边扩散 暴力活动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也造成了普通民众的人心惶惶 美国侨界人士认为 从1882年的排华法案到二战时期的日益集中营 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社会历史悠久 近年美国当局的种种不当做法 更加剧了美国的种族分裂 近几年来 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保守势力 执掌政权 白人至上主义 民粹主义有所抬头 针对特定种族的仇恨言论时有发声 不仅仅是对非洲裔美国人 特朗普总统执意修建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墙 为了转移防疫不利的责任 故意称中国病毒等做法 都加剧了美国拉美裔和亚洲裔民众遭受歧视的风险 当地时间5月31日 美国食品药品监管局前局长斯科特·戈特利布表示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得到控制 愈演愈烈的示威活动将导致疫情加速传播 对此 侨借人士认为 当前美国严峻的疫情局势 与数月来美国当局应对疫情不利有关 我个人认为美国政府在这次的抗击疫情过程中 犯下了反应慢不彻底 太自由烂人权的错误 所谓的反应慢 主要体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身上 在疫情爆发的前一个月 他一直认为一切都在掌握之中 他不建议大家戴口罩 直到现在美国人已经死了10万人 感染病毒的也超过百万 他仍然不带口罩 虽然说美国各个州也采取了什么 禁逐令啊 居家令啊 但是老百姓该出去还出去 所以他所谓的封城令 所谓的禁逐令 居家令 形同虚设 谢谢 给大家赞警 给大家看 谢谢 值得 给大家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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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